一个成功者,医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经受失败的困扰。 如果你是一个成功者,那么首先你是一个饱藏失败的人。 这话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但却是一举止理名言。 尽管我们多数人都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仅仅是从书本的那些干篇理论中极限性的记住了这一点。 但失败的确和成功联系密切,在很多情况下,失败甚至比成功更具有价值。 通过失败的经历,能够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度量,无论你是美国人、中国人、俄罗斯人、英国人还是非洲拉美的兄弟姐妹, 失败所能验证的事实真相,实际上,大大超出了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 无论是庸人还是天才,都能够从失败的反应中反映出来。 失败有时候比成功更能说明问题,可以说正是失败和挫折的存在,区分了成功人士和庸人。 从那些伟大人物的人生轨迹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明显的标记。 那就是失败,几乎每一个成功人士,都经历过重大的人生挫折。 他们对于失败和痛苦的领悟都要比常人更加强烈一些。 当奥林匹斯耶尔,爱的众神对宙斯的地位提出质疑时, 只为众神之神自信地说,谁承受了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谁就成为最强大的人。 事实就是如此,那些最顽强最强大的人物,通常也是最大的挫败者, 生活在给予他们伤痛和苦难的时候,也留给了他们克服伤痛和改变生活的能力。 多数时候,失败比成功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成功还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是失败却总是能够真实地反映出问题,它的出现往往是必然的。 正因为如此,失败总是能够迫使我们反省自身的行动, 总是能够催促我们成长,失败往往就像是一个警示器, 用来界定我们的行为,用来纠正我们的错误。 这一点对于那些渴望成功的人有为重要, 可以说正是由于失败的存在,才造就了伟大和成功。 这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古往今来,有太多出色的人才,他们的成功,他们所建立起的不是工业, 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失败的基础上的。 通常,我们都被成功的光环迷惑了,我们误以为成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但是成功背后的失败和痛苦折磨却是不可忽视的。 当你觉得成功是唾手可得的时候,实际上离成功尚远, 我们可以大打猜测, 再发那些成功者,实际上都经历过巨大的挫折和失败。 这点是用不着,去怀疑的。 在多如牛毛的成功者当中, 我们对于他们的失败经历, 也应当如数加珍。 贝多文遭受了不幸的童年, 受过失恋的打击, 同时又被疾病所困扰, 但是他却奏响了最富生命力的乐章。 没有人能够怀疑他的伟大, 林肯总统一生都在遭受挫折和失败, 但是他最终还是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统之一。 还有那位击败了拿破罗的威林顿将军, 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致败仗。 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伟人, 或者成功者的失败经历, 并非是一种传说或者不切实际的故事, 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这些失败和伟大甚至千, 差地别, 你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些风光人物, 所经历的不堪老式。 但若是从成功之处寻根所缘, 就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那就是失败, 可以说正是失败促成了非凡的工业, 正是失败和挫折助就了他们的伟大。 潘恩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对全世界最成功的数百位政商界人士进行采访和研究, 结果发现每一个成功者平均精神了3.7次重大的失败和人生危机。 而至于那些小挫折更是数不胜数, 潘恩教授还发现了一个定律, 成就越大的人, 所经历的失败往往越多, 而且失败的程度也越大。 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在多数时候, 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 当然, 多数情况下, 对于我们来说, 成功才是真正值得关心的事情, 而成功之前的那些事并不值得深究和推敲, 我们永远都在寻找一个结果。 但是对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却知之甚少, 也许我们关于从老人那里, 听到一些直言片语, 但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于未来的生活趋之若鹜, 使我们忽略了成功路上的风险和失败, 可是这些失败和风险, 并不是才华可以抵消的, 没有人可以避免, 而成功者更是没有办法避免和拒绝。 这些失败也不是一笔就可以轻松带过的, 只有当你精神经历之后, 才会明白其中的痛处, 而坚持承受这份痛处, 恰恰是你走向成功的一个过程。 但是究竟能够有多少人可以从困难和失败中坚挺过去? 这是值得思考的, 每个人都可能获得成功, 但成功者却寥寥无几。 这也是一个定律, 尤其是那些伟大人物, 更是少之又少, 这并非证明了多数人没有能力去达到成功, 而是多数人没有办法承受失败带来的沉重打击, 可以说是败摧毁了一切, 包括我们的信念和决心, 而那些能够抵抗挫折的人最终形成了强大的生命力, 他们往往能够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 今天, 年轻的一辈当中, 并不乏能力出众的人, 但是对于生活的浅尝折耻阻碍了他们迈向成功, 因为他们害怕面对失败, 他们缺乏足够的承受能力, 他们对于失败的恐惧远远超出了对成功的渴望, 或者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生活的艰险和无奈, 一旦遭遇挫折, 他们的信心很快被瓦解, 我们还需要更加强大的自信和承受能力, 需要更为强大的意志力, 我们需要更加胆定地面对困难, 要知道当挫折越大的时候, 我们收获的成功也许也会更大,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咯!